好,我們從左邊開始問 這其中四人之一嗎?姑且做一下筆記 好,所以只有他們四個人是特別的女仆 嗯,好過分,有不要說得那麼難聽嗎? 呃,沒事了,別哭 如果知道什麼知道的事的話請告訴我 嗯,好的,那個主人跟某人在一起的情況我曾經看過一次 那時候對方似乎是交某個東西交給了主人的感覺 對了,是白色四角形的東西 至於是何物,因為我只是瞥見了而已 並不知道那是什麼 沒關係,那也是能派上用程的情報,非常謝謝你 那小哥,你人真好,下一次一起聊個天,如何呢? 那樣也不錯呢 Yay 呃,好痛 這什麼Effy 嗯,沒什麼 下一次的甜心,取消喔 啊,對不起,對不起 白色四角形的東西,做一下筆記吧 好,下一個 換點說,就是我幹的,不就好了嗎? 那,雖然要是 我知道,要是我知道是誰的話 我覺得拼命閃他的耳光就是了 為什麼 那個,跟當家太人太過親密的話是那麼不被允許的事嗎? 嗯,是的 因為主人是個只要他開心,不管什麼都會買給你的凱子 這樣說自己的主人可以嗎? 因為這樣,想利用他來得到昂貴的東西的小輩也增加了唷 因此在這裡服侍他的傭人們之間建立了規則 也就是不可以和主人建立必要以上的關係 也不許對他提出任何要求 嗯,原來是這樣 既然事情已經演變之遲的話 就是說嘛,居然只有他一個人能夠偷偷的拿到 閃閃發亮的寶石或是高級物品 嗯,討厭,絕不原諒 因為我也想要的說 誒? 非常謝謝你的解說 建立的規則,媽 好,下一個,最後一個了 要是找到犯人的話,我要把他綁起來 裝畫他的臉,踢他 拖他踢他,然後吊起來 誒?好殘忍 你有看到當家大人跟那個女僕在一起嗎? 嗯,沒有,我只是聽說過 不過我有聽說是個長髮的女人 誒?那就不是他啦 長髮的女人嗎? 這裡有男僕嗎? 別說那種臉上比較好 長髮啊 Effy 嗯,我知道,我知道有謊言 但是現在看起來爛糊糊的 還沒有辦法成形 要是平常的話,人們會有內疚感之類的 然後自己產生怪物 等我一下下 好,差不多了 我們找出犯人是誰就結束這一集吧 嗯,目前,是啊 目前,到目前為止都有證據證明他是謊言 因此我們再向其他人問話 再與騙子本人不確認 只需如此即可 這樣的話,你不是能分辨謊言 並使他成形嗎? 嗯,而且騙子自己說 我說完了的話也會變成怪物 很好,那麼在這層樓到處調查吧 如果發現誰的發言是謊言的證據 就出事給他看 我討厭看...欸? 我討厭看這種事情啊 如果我能看穿謊言的話就好了的說 為什麼Seed馬上就知道哪個是謊言呢? 擅長看穿謊言的傢伙 大概都是擅長說謊的人 媽,不管怎樣,趕緊走吧 因為還有其他在意的事 嗯? 再翻一下東西嗎? 這是什麼?喔,找到了! 嗯,奇怪的味道 而且粉粉的 藥帶嗎?已經沒了 而且剛吃完不久 白色四方形 喔,所以是藥帶喔? 其中一個女僕她說過,讓她看看這個吧 得到了藥帶 用過的 啊,原來如此,原來如此 這是這個啊,是藥帶啊 最近主人的健康狀況好像不好 都在服用藥物 因此幾乎每天都會在就寢前服藥 把藥交給她的女僕是誰 嗯,是主人所指明的 因為她不讓我們知道是誰呢 用指明而不讓其他女僕知曉 為什麼? 去找找其他東西給女僕看吧 喔,寫字 今天也謝謝你 跟平常一樣 我把那個放在那裡喔 很潦草的字呢 所以才會被捏成一團然後就掉吧 從這篇文章可以確定她想和某人秘密交談 對方的筆記也能留下來就好了呢 還有哪裡可以找啊 鎖住了呢 可能是掉在某個地方或是藏起來了 嗯,是啊,鑰匙或許不會放得太遠 有東西在發光喔 很好,進去拿 給你 是鑰匙啊 拿到了,好快喔 滿滿的女僕裝 喂,你從右邊開始 一件一件的調查口袋的東西 是 嗯,裡面有東西 哇,好棒,閃閃發亮,好大喔 喔 除此之外就沒有了嗎 嗯,怎麼辦 拿走這件女僕裝 我可以穿看看嗎 不行 有 可以拿別件 知道了 給這女僕看看吧 得到了女僕裝 快點快點快點,穿上穿上穿上 嘿 這個嗎 啊,因為她知道是誰 她知道衣服是誰的吧 那件女僕裝怎麼了嗎 哇,怎麼會有這麼大的寶石 你知道這件女僕裝是誰的嗎 能夠穿這個尺寸的只有兩個人喔 那個包伯頭的女僕 以及麻尾頭女僕 他們沒有名字耶,用髮型 也是啦 我跟那個矯情的賤人 哇,這樣直接講,就在隔壁而已耶 尺寸比這個小的一圈水不一樣 還有其他知道的事嗎 雖然有某個傭人說她拍到的照片 但是那個人突然隔天就不來了呢 照片也沒找到 非常感謝你 先入膠著了啦 如果還留著他們筆彈的紙條是最好的 我有個不好的預感 啊,會不會有那個 不行嗎 我想說可不可以用拖的方式 不知道是誰的之類的 啊,有 垃圾桶的後面 垃圾桶的後面 好多個垃圾桶要調查看看嗎 喔 照片有好多喔 正在交易的什麼東西 是那個藥嗎 沒拍到臉喔 啊 啊,啊 女僕的手背旁邊有個符號 雖然被舊子稍微擋住 但這是黑幫的符號啊 黑,黑幫 壞蛋聚集的組織 這個幫派的作風是會把這個符號放在成員的身上某處 啊 吃在左手臂的人是最多的 嗯,這個字經 也有交談筆記的照片啊 算有點小 秘寶到手了 首領說之後就會奉上謝禮 與幫派的交易 那所謂的黃金的祕寶也是從那裡得到的東西嗎 是個地方是那附近嗎 你有居過那裡喔 那邊是富裕的小鎮 但旁邊緊接著一個貧民窟 是的 啊,不 什麼也沒有 姑且把那張照片拿給那個女僕看看吧 好 好,現在剩兩個人了 好,現在剩兩個人了 所以是長頭髮的,就是剩她是長頭髮的啊 呃,照片 照片 我是她 這些照片你有什麼熟悉的嗎 嗯,不,沒有喔 有的話我不就變成了犯人了嗎 那麼,能給我看看你左手手臂嗎 嗯,我不建議 來,請看 沒有刺青,所以那個女僕在說謊嗎 這張照片上的筆記 根據筆記,筆記你知道是誰的嗎 嗯,太小了看不清了 如果實際的物品的話說不定能知道是誰 原來如此 關於當家大人的病情有什麼知道的嗎 嗯,不知道是什麼病 好像很難治好的病 病情不僅沒有專號,而且漸漸的變差 變差嗎 嗯,其他傭人們也很擔心 已經知道了嗎 是啊,也給她看看這些照片吧 是她在虎搖欸 她在那個片 騙 騙說是藏法的 這樣就會是針對她 從這個照片裡有看出什麼嗎 不,不,沒有喔 那麼,能讓我看看你左手手臂嗎 好 欸,什麼都沒有 哎呀,搞什麼 比起那種事還不趕緊講到犯人 抱歉,失禮了 有感覺任何謊言成形嗎 嗯,沒有 如果騙子不好好地承認說謊的話 不會成形 那麼,有確確的證據的話 例如裝著藥的藥帶 或是那個照片上的筆記嗎 如果出事給那個人看的話 連她也會承認的吧 再調查一次那個放著女僕 裝的房間,還有那個房間吧 安瑞小姐 你們兩位也來這裡了嗎 我已經跟Neo大人取得聯繫 現在她在一樓看守著民眾的安全 進來了嗎 是的,勉勉強強我分析了Brett大人的能力 Brett大人應用他的能力可以通過的地方 但這些黏糊物馬上就增加了 裝下去不可能再進出了 因此我打算,我也打算前往屋頂 這裡也快不能前進了吧 是啊,所以很為難喔 想要稍微,可以稍微在這裡等候著嗎 想要借重你的力量 嗯,好的沒問題 如果找到藥的話 讓Iris分析看看是什麼藥吧 先睡一覺好了 總是在夢中解除成就了 我走 啊,你看 雖然不太明白,但是這裡快脫落了 這個跟剛才在垃圾桶裡的藥帶一樣 啊,Bingo 拿給調查隊長,讓他看看 讓他看看 有了有了,找到了找到了,拿去拿去拿去 是,藥嗎 是的,想請你幫忙,調查一下這是什麼樣的藥 哼,小事一樁,這種事情馬上就結束了唷 嗯... 哇,好激人的表情 簡直就像是在威嚇的 剛才那些話,這些話剛才也說過了吧 請不要再說第二次了 嗯,這是毒呢 毒? 毒? 是的 但並非立即性的會一點一點的侵蝕著身體的類型呢 每天持續在吃這個的話會怎麼樣呢? 嗯... 一天服用一袋這個量的話,是呢 一個月左右就會變得相當虛弱的狀態 如果變成那樣之後在一週內死亡的機率很高 十分足夠了,幫大忙了 現在我們能夠通過這裡了嗎? 說的也是呢,大概再一下子吧 接下來是那個筆記嗎? 筆記! 黑歐走筆記! 找不到啊 到底是哪個房間啊? 為什麼不好好再講出來呢? 這個嗎?這個房間,便條子 是 所以這一個 喔... 到處都是... 全部都是新的便條子 到處都沒有那張筆記 對,我已經考得快瘋了 到處都沒有的話 你就自己做一張 聽好了 從現在開始,不要給我神話 我要集中精神 哇,好厲害 雖然我們沒有看過真品 但是跟照片上的一模一樣喔 雖然因為拍出來的部分 太小而耽誤了點時間 不過用這個就行了吧 陷入膠質的狀態的時候 沒有...自由... 自由對...其對應的方法 走囉 交換的紙條 那...已經知道犯人是誰了吧 你已經問了好多問題喔 啊...是的 從現在開始,讓我依序說明 確實有著一位平凡的和當家交換紙條 和當家有著主仆 以上 關心密切的女仆 那...那個女仆是... 左手手臂上有著紅色蜘蛛的刺青 這刺青 是以這小鎮附近平民窟 為據點活動的幫派信物 幫...幫派 也就是說你們主人 與幫派有所聯繫,進行交易 那你的幫派 手裡只要有錢 不管什麼都做呢 甚至這次派的焦點 我認為黃金的祕寶也是借幫派之手所得到的東西 那位女仆 穿著與你們相同的制服 而且你們提到她身穿這個樣式的女仆裝 我說的沒錯吧 是的,沒錯 因為主人愛好廣泛 擁有各式各樣不同種類的女仆裝 愛好廣泛 女仆 貓兒 變態 原來如此 謝謝你 接下來是這件女仆裝 口袋裡放著一顆寶石 衣紙大小可以說是相當值錢的對吧 然後我這張我認為是當家寫下的紙條 今天也謝謝你 跟平常一樣我把那個放在那裡喔 你是否能判斷此為當家大人的字跡呢 嗯,的確這華麗的字體是主人的筆跡 這個筆跡所謂的那個 從內容來看指的是報仇吧 她常常和這位女仆做的交易來往 以那個謝禮作為報仇交給她 若是放在女仆裝裡的寶石 是那個報仇的話 日子一來便說得通了 所以 到底 最後到底誰是那個女仆啦 是啊,請告訴我們結論 嗯,你們之中 穿著這種女仆裝的 的你們四人之中 而且符合這個尺寸的 九麻尾頭和包伯頭兩位 欸,欸,不,不是我啊 我,我也不是犯人 再說也沒看到我有刺青對吧 是的,不過我卻找到了這樣的東西喔 啊,那個是剛才的筆跡後續 沒錯,方才那張是當家大人所寫的 不過,祕寶到手了 首領說之後會奉上謝禮 這張便是出自與她交談的女仆之手 糾結於兩位犯人的現在應該 是誰所寫的字應該容易明了了吧 是你寫的 這不是你的字跡嗎 你說的也是,這是你的字不是嗎 眾上所述,犯人是你不會錯吧 但是,刺青 或許剛才我沒有說明 刺青也可以有可能 也有可能以粉底 掩遮,掩飾住了呢 如果有卸妝有的話 我口大裡有喔 如何,要試試看嗎 對,就是這樣啦 就是我怎樣 不就是一起共處你們像猴子一樣吵吵鬧鬧 明明我已經叫他好好的處理掉 都交代好了 居然還殘留下來 那個傢伙腦袋也是猴子嗎 欸,哇,表情好恐怕 那個愚蠢的莫霍克男 我一點信之都沒有 莫霍克是只留中間的部分兩邊剃光的頭髮 現在很多人都是這種髮型對吧 我家手裡大人才是真男人 你們幾個品位太差了 你說什麼 知道你是犯人的線索還有一個 這個似乎是你交給當家大人的藥 根據調查結果,其內容物為毒 到底是怎麼回事 啊,那個啊 因為手臉叫我交給他 我就指 是每天把藥交給那個莫霍克男而已 因為最近他好像延遲付款了 再說被下毒可不要有任何怨言 不是嗎 你真是幫派的同類呢 我就想說你很可以嘛 打掃,洗衣不常做 走路的方式也很下流 蛤,你現在是要怪我廁所多臭嗎 還有衣服都穿同一件嗎 好激烈的吵架 那,只要牽著到黑幫都不會有好事啊 不過,他已經常常說謊 這樣我就可以吃掉那個怪物了呢 那,那個眼球燈 嘛,加油了 好,看一下他還有什麼話要說 蛤? 你這個 我要拍什麼的,好可怕喔 不會原諒你 喔,他們對主人也是蠻忠心的呢 越來越堅固了 好,趕快把眼球搭到 就可以了 超噁心 會叫欸 啊噁心的謊言 蓄力了 哈哈哈哈 在傳說之院 之前是 哈哈哈哈 這他的謊言更濃厚啊 嗯,不要 我不要再吃這種形態的謊言了 他怎麼還在啊 不需要全部吃完 這樣好嗎 嗯,那個 我會等他變成牛虎虎之前吃掉他的 嗯,我不想再吃了啦 嗯,拜託 來,給你停的東西,清清口 啊,Puff 啊,Puff 真噁心啊 所以好了是不是 可是 啊娘